開始動力 校正橋頭線 像砸積木一樣 把它先搭扣上並弄擠壓 氣力優勢發動機 實際動力 氣力優勢發動機實際動力 它這個飄移的速度 可以越來越快 還有這麼多人員在上面 這是非常危險 修正方向 快 已經離電了 修已經報修了 車長的指揮 如果準確的話 就會別裝箭 車長的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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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提琴出來就10秒鐘 10秒鐘 你無法鎖定目標 無法去激發 那麼目標就消失掉了 班長不行 我真的很害怕 我感覺我就像是在盲牌一樣 看不見就不敢往前走了嗎 前面在等你救災呢 下右門下右門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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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回事 上面的車輛在等著我們靠岸 一直在打圈 一直轉 這樣轉轉 能不能靠岸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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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湍急的黃河之上 架設一條鋼鐵巨龍 要直面多少風險 我們這麼一個大的裝備 還有這麼多人員在上面 它以每秒兩米多的速度 线下漂移 並且是不可控的 這還是非常危險 在海上十大演習 兩棲裝甲車遭遇浪涌 如何力往狂瀾 這個車就被打得向左側移動 這個側頭方向就立馬就偏了 水中訓練突浴險情 面對自行門橋的龐大身軀 戰士們如何化陷為夷 你看這擱淺了 擱淺了 怎麼回事 啊 實戰中如何練就高難水上駕駛技術 駕駛裝備在水上乘風破浪 又是什麼體驗呢 本期節目就讓兵哥哥們 帶你挑戰高難水上駕駛 好 準備 開始追 湍急的黃河水 二百多米的河寬 時間只有28分鐘 周橋官兵正緊急架設一座浮橋 黃河水還是比較兇險的 黃河上它這個水流 我們面上看似很平靜 四則下面這個暗流和漩渦非常多 二十分鐘後 就在周橋官兵架橋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正在作業的氣艇突然發生了緊急情況 接到氣艇右側發動機失去動力的報告 門橋長張衛健的神經一下子緊繃起來 此時黃河水流速度很快 氣艇一旦失去動力 就會被水流衝出很遠 如果說稍有不慎 就可能會出現其他的一些危險情況 比如說我們人員落水啊 或者我們整個氣艇 隨著漩渦而無法操控 氣艇上的人員到底會不會發生危險 還有八分鐘後續部隊就將抵達 周橋官兵該如何按時架設好浮橋呢 周橋部隊擔負著開設渡場 保障後續主力部隊順利克服江湖障礙的任務 這是一項需要所有官兵全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務 不管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都將直接影響到架橋的進度 門下站 門下站 氣艇右側發動機 時機動力 氣艇右側發動機 時機動力 兩側架起的浮橋 造成河中央的水流流速突然增大 失去右側動力的氣艇 向下游越飄越快 門橋長張衛健心急如焚 下游距離我們浮橋段 三四十米的地方就是淺灘 隨著水流的速度 它這個飄移的速度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向下飄移 我們這麼一個大的裝備還有這麼多人員在上面 它以美妙兩米多的速度向下飄移 並且是不可控的 這點還是非常危險 此外 門橋尚未河龍 如果不能及時控制住故障氣艇 除了氣艇上的人員會有生命危險之外 門橋上的官兵同樣也面臨著不可預知的危險 由於黃河 河床複雜 河內漩渦很多 一旦落入湍急的河水中 根本無法自救 再加上此處水域位於黃河上游 雪山上的冰水位入黃河 河水溫度較低 一旦落入水中很容易出現險情 人掉進去以後三到五分鐘還可以堅持 然後時間一長 然後人就容易在低水溫的情況下 就容易出現四肢麻木 抽筋等等不良反應 然後這個情況下 我們如果說即使水性再好 做游泳動作也很困難 為了避免出現人員落水的危險 阻止故障氣艇四處亂飄 指揮員蒲小剛派出了備用氣艇前出救援 收到 收到 備用艇 備用艇 盡速掐出 被出現發動機 故障的門橋實施救援 看到駕駛著備用氣艇的氣艇手劉文章 逆流而上追上了故障氣艇 門橋長張衛健心裡 嘗嘗了一口氣 因為備用艇給我的感覺 就跟我們閱兵的飛行員一樣 備份的永遠是技術比較好的 感覺心有底 因為只要備用艇能快速接近 能及時靠到我的門橋上 就感覺心就穩了 很快 兩艘氣艇頂推著門橋到達了岸邊 接下來就到了架橋最後的環節 也是最艱難的時刻 避色門橋 因為這時候流速太大 你沒法直接去連接 就需要那種像一個砸雞木一樣 把它先砸扣上 然後並用擠壓 把它擠到位 除了門橋上的官兵 要先往一處響 進往一處使之外 還要靠兩名氣艇手的相互配合 關鍵時刻 兩名氣艇手能否成功呢 這兩個氣艇手就是閉塞的關鍵了 加油就要一起加 加一樣的油 往下放也是一樣 要放一樣的速度 速度保持一樣 距離要保持一樣 要一致 一致地往下放 最後放到位 然後才方便我們最後的門橋的 浮橋的河龍 在全體官兵的全力配合下 兩側門橋的一邊 已經對接到一起 接下來是難度更大的 另一側對接 最後門橋畢塞 不是有最後一個縫嗎 一個縫隙 就是關注的這個縫隙 兩個人同時關注的縫隙 然後在就是 關注這個縫隙的同時 然後還要關注對面的 他的門橋 他關注我的門橋 就是保證這兩個門橋 這兩個橋段是在一起的 相互之間就是 你要關注我 我要關注你 沒有言語交流 全靠默契 兩個氣停手 在戰友們的配合下 將兩側門橋中間的縫隙 全部對接 列艦聲 叫陣橋頭下準備 開始 叫陣完畢 设置护栏 作业准备 作业开始 设置完毕 人员下桌 准备 至此 一座载重50吨长200多米的钢铁浮桥 终于在规定的28分钟内架设成功 尽管突发情况不断 但周桥官兵还是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而这种实力的培养 却是仰仗于每一次的刻苦训练 离开黄河 拥抱大海 两棲装甲突击车连的连长朱星辰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实弹演习刻苦训练 然而 演习贴近实战 到底要考什么 难度有多大 朱星辰心里也没底 上车 熄火 每一次下水 每一次登陆 你就要给自己定位 我这次就去打仗 脑袋里面要有这个意识 说车长 你可以灵活地采取吊炮 控制好之后 立马指挥破手 果断地去射击 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缩短 而接下来的一场海上实弹演习 就是检验训练成果的最好答案 然而 就在投车刚刚对正舱门 准备登舰的时候 浪涌突然增大 这个时间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紧急 因为突然间涌到一大 这个车就被打得向左侧移动 这个车图方向就一马就偏了 那时候已经临近了 修已经不好修了 那种情况就会直接撞箭 迅速关闭拖动 进行轰口 修正方向 快 就在突击车即将撞箭的紧急时刻 突然传来车长清晰的指令 驾驶员过断执行操作 朋友 好 现在履带已经登到甲板 朋友 转换通过 快速 加油 天军一发时机 修正了这个方向最后上见 如果说这个时候 车长的指挥不够精准 不够准确的话 如果说慢了一秒钟 甚至说误犯了 很可能会有车相撞的这种危险 所以车长它的重要性 在那个时候的发挥是非常关键的 迅速按标识通过水上通路 指寻 加速冲击 指寻 突击车队进入作战海域后 由于风浪突然增大 给接下来的实弹射击 带来不小的麻烦 海面上风高浪起 车组成员 能不能在风浪中抓住战机 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 击中目标呢 正好 这样 装甲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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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目标 结局 去的时候 我是最二号 我是最二号 目标已被解决完毕 目标全重 朱星辰带领全联官兵再次取得了好成绩 同样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 还有刚刚列装武警部队的新装备 轻型自行门桥 出水为车入水为桥 水路两用自行门桥方便快捷 机动性更强 它架设时间短 能在三分钟之内快速展开 实现车辆水上通行或者转运 然而自行门桥由于体积庞大 入水前如何在陆地实现精准驾驶 对战士们都是严峻的考验 我轮胎凹进去了完全看不见 现在完全是靠你自己 自己把握住 没人给你指挥 班长不行我真的很害怕 我感觉我就像是在盲开一样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进行防训救灾演练 教官崔明强如何在短时间内带领队员们完成门桥的精准驾驶 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走啊走啊怎么不敢走了 班长我现在真的不敢再往前开了 我现在完全看不见有轮胎 如果轮胎压到这个加宽板上 这个加宽板吃不住这个车的力量 看不见就不敢往前走了吗 前面在等你救灾呢 你在这磨蹭一分钟 我们就耽误一分钟的救援 作为国家级的专业救援力量 崔明强所在的部队主要担负长江淮河流域的烫红强险和道路应急保通任务 入伍15年崔明强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队员们从难从严训练 时刻为随时可能出现的灾情做好准备 门桥305米 桥面308米 两边的轮胎在桥的边缘可以说只有一公分多的一个距离 对我们这个要求特别特别高 特别精细 我们以前的车辆都是卡的这个白线引力 把它竖起来的这两侧是加宽板 加宽板这个东西只是平时我们走人的 它不允许有重载的东西压上去 走走走 怎么回事 这就怕了 此刻 重20多吨的门桥几乎于钢桥桥面等宽 驾驶员很难看到轮胎位置 稍有不慎 人和门桥就有可能侧翻到水里 再加上驾驶室距离水面有6米多高 所以驾驶员神经高度紧绷 迟迟不敢向前 崔明强又将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这种极端的环境下 好 上球 独木桥只有一只脚的宽度 表面十分湿滑 而且非常不稳 人走在上面很容易双腿打颤 教官崔明强希望先通过这种方式 帮助队员们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不要看脚 看脚干嘛 看脚更过不来 门桥通过桥面的时候 你还能看到轮胎吗 堵堵木桥是一样的 班长 这板子太多了 我不敢再往前走了 怕什么怕 穿救生衣呢 怕什么 掉到水里有什么大不了的 继续走 借助这些非常规的训练方法 队员们的心理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很快就可以做到精准驾驶轻行自行门桥 通过岗桥 然而对教官崔明强来说 路上精准驾驶只是队员们过的第一个坎 接下来 在辽阔的水域上 展开后体积扩大了近两倍的轻型自行门桥 驾驶难度无疑更大了 水上精准驾驶 目标气球位于岸边 队员们需要驾驶轻型自行门桥 在不碰到周围标志杆的情况下 利用跳板上的铁丝在扎破目标气球后 迅速放下跳板 模拟的是在强行救灾和实战中 面对陌生复杂的水域 官兵们快速精准靠岸 转移人员 物资和装备的情况 加油门 加油门 快点 带快点 太迟了 你搞什么呢 崔班长 崔班长 今天这个水域太浅了 然后大方向的时候角度掌握得不是很好 然后就是受风的影响 门桥靠不了岸 刘东东入伍三年 一直是中队训练的佼佼者 此刻让他没想到的是 不仅仅精准驾驶门桥 扎破气球难度极大 就连如何靠岸都变得十分棘手 靠了几次了还靠不了 一直在打圈 一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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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打圈 能不能靠岸了 上面的车辆等着我们靠岸 一直上不了 咱们还能完成任务 多次看着铁丝与气球擦肩而过 教官崔明强比刘东东更着急 然而欲速则不达 他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刘东东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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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搁浅了 搁浅了 怎么回事 不是说不要让你上这个岸边来嘛 陷到你里边 下边如果有大石头啊 怎么办 一遍遍的尝试 一遍遍的与精准靠岸的时机擦肩而过 此刻刘东东已经失去耐心 但还是没能炸过气球 难道这真的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 教官崔明强决定亲自示范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 崔明强驾驶门桥第一次就果断精准命中气球 那么他采取的诀窍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门桥要做到一个精准靠岸的话 要做到一个 首先要把这个 人工码头 要把它对齐 对齐之后我们调整好方向 然后我们在这个车辆吊头 对这个翘板搭在这个岸上 我们这个门桥都必须要集中精力 要潜于思考和动脑 原来崔教官的诀窍是驾驶门桥小角度转弯后 将门桥上的铁丝与码头上的气球标至干标齐 集中注意力保持好方向 借助门桥自身的动力和在水里的运动惯性去扎破气球 然后放下跳板精准靠岸 按照教官崔明强的方法去做 队员们渐渐找到了感觉 无论是在黄河之上架起钢铁巨龙的周桥官兵 还是指挥两栖装甲突击车化险为一代硬核连掌 或是为了防汛救灾精准驾驶自行门桥的武警官兵 一个个酷炫动作的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一次次提心吊胆的背后是他们未来大赢的底气 我的刻刀 雕刻的是我的剧营生活场景 只有把训练场当战场 把挫折当成刻刀 才能更好的雕刻出自己的圣战青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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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